这是一所诡异的女校 所有学生不仅穿着一样的制服 还留着相同的波波头 而不光如此 在这里 不管你是多混的小太妹 不出三天 都将被改造为乖巧淑女 小美因为第九次违反校规被开除 收到了这所学校的邀请函 可她没想到 这正是她噩梦的开始 校长带着小美和父母参观学校 看着这里的学生如此懂事 父母不禁露出满意的笑容 而就在此时 旁边有个看书的黑妹 却盯上了小美 小美跟着室友来到宿舍 刚想打开音响放松放松 室友立刻阻止了她 到了第二天早上 小美换上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制服 课堂上听着老师的细心教导 不出意外 小美反驳了 可老师并不生气 只说了一句 而就在下课后 校长从广播中呼叫小美 小美不情愿地来到办公室 原来校长安排了一名光头托尼 要给她做头发 只见光头仔细地测量了小美的头围 并询问了她的 年龄 身高 体重 三围 然后将小美的理发时间安排到了明天晚上 小美感到十分疑惑 直觉情况不妙 到了夜里 小美趁势有熟睡 悄悄起床 准备逃离这个鬼地方 可刚下到一楼 黑妹的突然出现 吓了小美一跳 但黑妹似乎是这里唯一的正常人 她主动朝小美示好 带她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她告诉小美 自己知道如何从这里逃出去 现在还来得及 要是等到明天做头发后 一切就都完了 随后黑妹带着小美 来到一个通风管道 两人一前一后爬了进去 顺着管道 他们竟然看到了一个实验室 那个光头托尼 正在给一个女孩做着发型 一个透明圆罩套在女孩头上 接着光头按下了按钮 黑妹解释道 因为自己小时候做过手术 脑袋里有一块钢板 所以这个装置对她不起作用 而底下那个女孩就不一样了 两人正准备离开 小美却碰掉了一根钉子 他们赶紧躲进通风管道 小美问黑妹 为什么你知道怎么逃 却还是留在这里 黑妹无奈地告诉小美 自己的妹妹也在这里 和她不一样的是 妹妹被改造成功了 而她要寻找时机 带妹妹一起离开 听到这 小美决定留下 要和黑妹一起 拯救这些被改造的女孩 回到宿舍 看着床上的室友 知道真相的小美 有些不是滋味 第二天 小美站在楼梯上吹口哨 校长出现阻止了她 并对小美说 听到这 小美慌了 立马来到黑妹宿舍 可此刻的黑妹 却变得十分陌生 小美明白了 昨晚两人分别后 黑妹已经被带走 重新改造了 小美感到十分绝望 趁着最后这段 属于自己的时间 她拿出音响 交道是有手上 室友拿着音响 手指经不由自主地 伸向了播放的按钮 音乐马上响起 室友痛苦的双手抱头 下一秒 她好像瞬间就找回了自我 小美连忙安抚慌张的室友 然后告诉她这里所有的真相 随后她来到校长室 不断挑衅校长 校长意识到 小美知道了学校的秘密 她拉起小美 现在就要去实验室完成洗剪吹 殊不知这是小美的 吊虎离山之计 只见室友在校长室露出了 得意的笑容 然后对着广播打开了音响 音乐瞬间响彻整个校园 所有的学生都被唤醒 终于他们恢复了 以往的青春活力 不再是母版复刻那样 所谓的完美人 这个短片来自 迪士尼短剧 笑影迷雾 有点黑镜少年版的感觉 科幻软设定反映社会问题 还是值得一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短片叫做听话发型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